伏仓神君这次重病不是风寒 而是被竹鹰式的阴寒神力伤到心脉啊 居然能撑到现在 是吗 又是他伤害到他 做神君的时候害他灵性受损 做凡人的时候又害他伤到心脉 他总是一次次在他手上受创 公主 伏仓神君如今前缘已触动 灵性开始挣扎 了结姻缘便在这短短数刻 请公主谨慎 悬疑挥了挥手 示意他们退开 他都知道 他和他所有的前缘都已触发 在上界的因果 注定将前缘反复 逃不开既定过程 现在只剩下那最后的因缘 一旦结束 他便能得到安宁 只剩下短短数刻了 他和他这些日子的虚幻泡影 如果还可以再长一些多好 再多陪他一会儿 太短了 太短了 别那么早放出他和他的寂寞 他可是睁着眼 一狠心跳下来的 还有那些三千景色 天涯海角 他对下界可是一头污水 他们都在哪儿啊 他独个儿可绝对找不到 哎 他竟然这么依赖他了 悬疑双臂丝疼漫斑 勾着他的脖子 仰头看着他 这漂亮干净的小女鬼 忽然笑眯眯地 把冰凉的脸颊贴在他脸上 偏头在他脸上亲了一口 扶仓按住他的后脑勺 他低声道 我们一直在一起 好不好 你喜欢我吗 喜欢 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喜欢的 这方面 他素来必如蛇蝎 所以从不去想 或许正是因为 这份自己回避的喜欢 他总会缠着他 一路把他当作天下第一的仇敌 可劲折腾他 他只想缠着他 其他谁也看不上 非他不可 他想和他做冤家 做对手 若是不叫他 触及那些爱恨情仇的深渊 他们一定能在一起 很久很久 斗气只有他最合拍了 他气得他变成莽夫 他气得他 浑身发抖 相信他也是这么想的 不要喜欢他 他不知道 他们能在一起多久 也不知道 自己那些任性的恐惧 和嚣张的寂寞 会不会伤害到他 他真的喜欢上了 他最后 一定会忍不住的 会像现在这样跳下来 虽然 他已经狠狠伤害过他 感情上 他就是这样 一次不让 刚烈直率 他并不喜欢寂寞 可他很习惯寂寞 寂寞不会伤害他 爱才会 但他很高兴 有他陪着他 因为他的出现 他眼里 整个世界的色彩 都不一样了 只有玄白二色的中山 令他厌倦 可以不可以 带他去多一些地方 如果是他的话 这浊气滚滚的夏界 也不错啊 春花秋月 夏阳冬雪 他们有好多个 飞速变换的四季 可以一起看 轩衣偏头 似乎在想着什么 隔了一会儿 忽然笑了笑 轻道 你能不能再说一遍 说你陪着我 浮仓在他唇上吻了吻 不要总是一个人 我陪着你 好 他用力抱紧他 贴着耳朵 一个字 一个字道 我喜欢你 我当然喜欢你 我最喜欢你了 浮仓师兄 我开始了 我会再说一遍 我会再会 有游